所以說我想這還是簽證到說 你的專業度是不是真的能夠讓一般的投資人 足以把他們的血漢錢交給你 就是說所謂的專家你不可以跟我講 就是說那因為我規定我一定要買股票 但是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買低瑞股 你可以買別種的股票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想我還是看到2007年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時間短短不到半年你買了1500億 買了相當多 非常的樂觀 這個我想所有的投資人跟網友跟前輩們 你們回去如果說有興趣去看 這邊買的 絕對不會是買電信股 絕對不會買的是所謂的 蘇花台說世保那些所謂的防禦型的股票 他買的全部都是所謂的已經佔很多 他要繼續追上去的股票 那就剛好回應到剛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那還是印證到你們的專業度 你們真的有能力承擔這麼多人 超過一百 將近一百八十萬人的期待 交付到你們手上 你們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承擔跟能力嗎 然後接下來當然其實也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人在討論說 因為他們的基金賺的少賠的多 然後獲利的時間很短被套牢的時間很久 然後基金賺的那沒辦法來大環境 大環境如此 那其實你能怪誰 但是我想說先從這一張表 我們從31張表 長期投資的部分來講 我想這一點我還是必須強調 所謂的突發性的事件 意外性的事件 它在整個股市的發展上來講 它一定會出現 而且沒有人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出現 但是真正的關鍵點在那裡 這些所謂的突發性的意外 它們從來也絕對不會改變所謂的經濟跟股市 就是長線它本來就應該發展的方向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看 譬如是說 在民國88年就是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發生了所謂的九一大地震 真的很慘 然後格勒沒有 在之前還有那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他發表了兩國論 也在股市上造成很大的一個震撼性 但是我們從來看 從所謂的87年底到88年 這段時間來講 是所謂的股市的一個多頭的一個黃金階段 那個已經突出 最後高頂指令突破1萬點 換句話說 在這一段過程之中來講 它果然發生過兩次 所謂的什麼突發性的事件 股市會因此而轉向嗎 不會 我們的經濟發展會因此發生這兩件事情 而變成從正成長變成副成長 不會 然後再回過來看 所謂的在我們在民國90年到民國92年 甚至到民國93年的這段時間 所謂的整個股市 從第一段 3411這一段起來來講 我們還是發生過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911的恐怖事件 美國的一個雙子性大廈的一個事件 或者是說我們在92年的時候 發生了所謂的SARS的事件 或者是說在我們04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兩顆子彈的這種事件 但是這些事件沒有人知道 但是最後的一個發展 整個經濟的情勢跟整個股市的發展 從來沒有因為這些突發性的意外 然後就突然轉向 因為只有911來講的話 台股會從3000點點點成500點 並不會 整個經濟的發展跟股市的長期的趨勢的發展 從來沒有因為這些意外而改變方向 換句話說 只要今天你對所謂的總體經濟面 或者是整個產業的一個研究 你的確是有益於一般小老百姓的 專業能力來講的話 這些事情其實都對你的整個長期 投資的操作技巧是不會有影響 所以說我們也從來 包括我在書裡面 我也從來不會因為所謂的 你的突發性能意外 讓股市大跌 所以你的基金短期技巧不好 王群折怪你 這是絕對不公平 而且這叫做找麻煩 但是你在長期投資 你把責任歸類叫做說 因為大環境 因為發生了這種狀況 我想這個真的是一種推卸責任的一種方法 這是我想這個是實在是不太合理的 那我們想說好 那這段時間 那長時間投資 像基金專家也會 包括媒體也會跟各位講 投資基金不看短線 投資基金看的是長線 那我想說 而且他們常常講說 所謂的投資公共基金的長期的績效 譬如說每年可以有固定的10% 甚至還有人講說 每年14% 每年8%這樣子 那像投資10年來講的話 基本上那都是以兩倍以上的一種績效來看 那我們看最近這一段時間好了 我們從就是98年 98年我們可以再回過頭來看一次 在98年的時候就是民國98年 1998年 1998年其實是在差不多這段時間 在所謂的股市低檔的時候 你經常開始買股票 開始投資基金 你投資了10年 投資了10年 你到了 到了今年2月 長期投資的績效其實很明確的 我在書裡面來講的話 我用的是全台灣定存利率最低的郵局 來當作所謂的比較的基礎 因為如果說用所謂的外商銀行 或者是其他的一般小型的一些金融機構 他們的定存利率比郵局還要高 那我用那個來比的話 那那狀況會更糟糕 那我現在又是用台灣 反正所有人都很清楚 郵局的定存利率最低 那我們就用最低的所謂的郵局定存 來跟所謂的長期投資共同基金的績效來比 答案已經還明顯 在螢幕上面的右邊這一塊綠色所包圍的 這裡面所有的基金就是說 根據所謂的那個基金評比網站統計 它的成立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了 那超過10年的績效來比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光看顏色的比例就很看得出來 超過8成它的績效比郵局的定存還要差 我這10年來講我存郵局來講的話 大概累積的報酬率是30% 換句話說來講我投資基金我要求 如果我不要那麼的高 我只先要求31% 我只要31%比郵局好 我就已經就佩服你這張基金的話 我們大概有8成的基金做不到 更何況來講的話 還有很多都是看到紅色的 這大概我們有56%的基金 在這10年來講 它不只是投資的績效比郵局的定存利率還要差 它甚至還是虧錢的 那跟所謂的長期投資穩健互利 這句話的意義到底在這張圖上顯現 在那個地方 我目前來講的話 我想除非你真的是運氣很好 你買到的是像第一名的日勝上選 或者是第二名的群衣電投 你他的投資報酬率一個是126% 一個是89% 你真的運氣非常好 買到了這些基金 那我們當然也是恭喜你 也許是你專業的評估跟挑選 你買到這樣的基金 但是有八成的基金 表現比郵局差 56%的基金還是本金都虧掉了 那我想對於絕大多數的這些人來講的話 他們情何以堪 那我們想說好 因為基金專家會說 我們只討論台灣型的股票量不公平 因為我只投資台灣的股市來講的話 我的彈性比較小 我的限制比較多 其實如果說今天你讓我在全世界各國的股市去 進行的大膽手腳 那我的表現一定會比較好 我們看結果是知道的 如果說今天各位是同樣的階段 同樣的時間點 我們買的是所謂的全球型的股票型的基金 投資10年來講的話 結論還是一樣的 你有75%的績效 你是比我覺得定存還要來的差 同樣的有54%的基金 你的本金都虧了 不要說所謂的報酬率 剛才我們有提到 我們這些來講都還沒有討論到 各位在這10年 每個月或是每季 你必須要扣的所謂的 申購費、所需費、管理費 跟所謂的保管費、經歷費 這些我們都還沒有討論 單單只是就基金禁止的部分 你就已經出現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說再把所謂的這些費用 穿進去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跟比較高一點的利率來比較的話 我想這個可能不是75%跟80%的問題 可能超過90%以上的基金 這10年以來的投資基金的機密 全部都是一場夢 這個就是用實際的資料 讓各位投資人去了解說真實的情況 其實跟各位想的是真的不一樣 那接下來來講的話 因為剛才我們有提到 就是說也許你運氣好 你真的買到了日盛上去 或者是所謂的群衣電通 或者是全球型來講的話 你買到了所謂的是義父亞洲 或者是愛台恩基系 那當然我們都還一定是恭喜你 就是有這麼樣好的表現 包括基金專家也好 或者是基金投資人來講 能夠有這樣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但是通常來講的話 各位如果還有影響的話 從各位開始要投資基金的時候來講的話 他們一定會跟你講說 投資基金是 其實不管是股市高點跟股市低點 都是買基金的好時間 但是要買基金的錢來講 各位投資人 你一定要先做所謂 一定要先做一個所謂的投資屬性 我要知道你是什麼樣子的屬性 然後我才能知道說 你適合什麼樣子的基金 我才能夠去幫你挑選你適當的基金 所以說來講的話 其實我這邊引用的是所謂的負達投資 但是其實大概每一家投資 或者是說每個不同的金融機構 都會有類似的所謂的投資屬性的測驗 那每個人都做過 那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答案我想大同小異 大概就是積極性跟所謂的保守性 然後這兩個差別